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林希 首先一起来关心今天4月18号星期二的重要新闻 宾州警方表示 复活节下午发生在克里夫兰的非洲裔男子 用手机转播他随机枪杀一名老人的凶手 已经确定自杀身亡 凶手Steve Stevens现年37岁 他在复活节周日也就是16号下午 在街头随机抓走并枪杀一名74岁的非洲裔老人Robert Garwin 然后在隔天将他枪杀老人的画面上传到脸书 案发后克里夫兰警方悬赏5万美元捉拿他 并且对附近的宾州、纽约州、印第亚纳州和密西根州居民提出警告 表示Stevens可能逃往这些地区 宾州警方表示 他们是在周二于Ari County发现自杀身亡的Stevens Steve Stevens曾在一间非盈利机构担任青少年辅导员 但因入不敷出加上成名赌博 而在2015年申请破产 并被赶出租住的公寓 随后一直负债累累 Stevens在16号当天疑似与女友吵架之后外出杀人 她在脸书上声称先前已经随机杀死了13个人 不过警方没有接到任何相关的报告 遇害老人的家属感到十分伤痛 但老人的两个女儿表示 父亲生前教他们认识了上帝的爱和宽恕 因此他们愿意原谅凶手 并且为凶手的母亲祈祷 希望有机会能够见到 并且拥抱凶手的母亲 而对于脸书在案发后没有立即撤下视频 引发外界批评是 脸书执行长扎克伯格 今天在脸书开发者大会上特别表示 他们会在管理方面继续努力 川普总统今天签署行政命令 将修改引进外国专业技术人才的 H1B签证计划 以确保美国人的就业机会 川普把这项行政命令称为 买美国货雇美国人 Buy American and Hire American 要求劳工部及司法部等四个联邦政府部门 对于所有从国外引进劳工严格执法 防范H1B签证被拦拥 以保障美国工人就业 提高美国劳工工资 华府官员透露 川普同时也希望利用这项行政命令 改变政府的采购做法 在联邦政府合约中增加购买美国货 H1B签证让企业能够从国外聘用 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 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CIS表示 2016年的H1B申请人数为23万6千人 今年则下降到19万9千人 继续来关心一下国际新闻 英国首相梅伊选部 将在6月8号提前举行国会大选 以争取选民在脱欧谈判方面 给予政府更大的授权 引起了英国举国震撼 英国每五年举行一次大选 上次大选是在2015年5月7号 因此下次大选应该在2020年举行 梅伊今天突然表示 明天将会依照固定任期制国会法 在下议院提出动议 要求提前于6月8号 也就是7个星期之后举行大选 如果下议院有全体650席议员当中的3分之2 也就是434票同意的话 国会大选就将提前举行 梅伊表示 英国在脱欧公投后需要稳定 并批评有政客在脱欧谈判完政治把戏 破坏国家稳定 对脱欧谈判取得成功造成威胁 梅伊先前一直表示 不会提早举行大选 而根据英国媒体报道 梅伊昨天已经透过电话 和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讨论提前举行国会大选 如果下议院同意提前举行大选的话 女王将在5月3号解散国会 最近多项民调都显示 梅伊和保守党的声势大涨 因此梅伊希望能在民调高涨之际 在下院取得更多优势 让政府未来更容易推动法案 而在消息传出之后 外界多半感到错愕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则表示 梅伊此举是在玩弄惊悚片导演 西区考课手法 为英国脱欧谈判身高紧张 正在亚洲访问的副总统潘斯 今天会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潘斯重申美国支持日本的立场 并且强调美国决心与中日韩携手 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 潘斯指出日本面对越来越多威胁 而美国则100%支持日本 并重申美国对北韩的战略容忍时代 已经结束 所有应对北韩威胁的选项 都已经浮上台面 而美国也有决心与中日韩携手 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 安倍晋三则表示 美日同盟是维持地区安全的基石 也对美国表示 对北韩的战略容忍时代 已经结束予以认同 不过北京仍然希望 能与平壤政府对话 与此同时 商务部长罗斯也会晤了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红城 罗斯表示 美国非常希望 加强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 并希望尽快和日方 就自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 另一方面 对于韩国传媒昨天报导指称 美国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将于下周在附近海域 集结向北韩施压 但美国媒体报导指出 这三支航母战斗群 目前分别在印尼海域 日本横须赫基地 以及南加州等地 分别进行例行巡航 维修及训练 就算要前往朝鲜半岛 也需要至少几个星期的时间 台湾消息方面 立法院即将在19号审查年金改革法案 监督年金改革联合 在18号晚间夜宿立法院外 并前往附近的街头 要求政府倾听民意 立法院司法及法治委员会 排定于19号出审各版本年金改革相关议案 反对提案的团体18号校 先到监察院递交成情书 再转往立法院集结成情 同时也有民众在中校东路一段 及中三南路交叉口的台北火车站附近游行 最后分别在立法院外三个区域入宿 参与团体主要是教师、军人与公务人员相关团体 入宿立法院外的约有2000人 教育部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洪太雄表示 很多教授当年放弃高于台湾两三倍的国外薪水 40几岁返台任教 如今却因年资太少 所得替代率只剩四五折 甚至不到四折 退休生活出现困难 这样的改革违反诚信原则 他指出 很多人觉得年金改革之后 教授的年金还是比劳工多 但公教人员月退提拨金额 原本就比劳工高很多 要求两者领同样退休金根本不合理 政府应该开放劳保投保薪资上限 劳保月退金自然就会增加 直篮NBA结合赛 克里弗兰启示队昨晚在凯文艾伦 砍下了37分的带动下 帮助骑士队挡下了印第安纳六马队的凶门反扑 使得骑士队以117比111获胜 在东区季后赛首轮取得了2比0的领先 来看优势体育的综合报道 昨晚前两节比赛双方差距都相当接近 上半场打完骑士队竟以5分领先 第三节骑士队开始发挥主场优势 第三节打完取得18分领先 但六马队第四节急起直追 Paul George在中场前18.1秒标进3分球 把比分追到只落后4分 由于骑士队最近经常在比赛最后遭到逆转 因此轻视大为紧张 所幸骑士队Kellie Irving 关键时刻罚进两球稳定局势 中场骑士就以117比111击败六马队 另一场圣安东尼奥马次队和曼菲斯灰熊队的比赛 马次明星前锋Kellie Leonard 同样攻下37分 刷新生涯季后赛得分新高 而他19次罚球全境 除了改写马次队史记录 同时也是联盟自1985-86年球季之后 第三位能在季后赛得到如此多罚球机会 且全都命中的球员 马次队也在Leonard领军之下 以96比82再度大胜回熊队 取得季后赛主场两战全胜的战绩 最后来看职棒大联盟MLB 纽约洋鸡队主场迎战芝加哥白袜 洋鸡队靠着菜鸟先发Jordan Montgomery 六局只失三分的优质主头 以及Matt Holiday和Aaron Judge分别轰出全来打 中场以7比4收下8连胜 也是洋鸡今年开季主场7连胜 这是洋鸡自2006年6月缔造 10连胜之后的最长连胜记录 也追凭对史自2000年4月份以来的 最长8连胜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